台北街头出现了恐怖掳人 一名印度籍男子因为转机短期入境台湾 没有想到来台湾第一天就喝酒喝吗 在街头做出了一连串的脱戏寻为 甚至还试图强行抱走一名三岁女童 还好妈妈接近立刻抱紧女童大声尖叫 才没有让这名男子得逞 一名印度籍男子走在路上 桥街前方有位妈妈 一手牵着六岁女儿 另一手还抱着三岁女儿 看准人行道狭窄有机可乘 瞎秒镜突然冲上前 众目睽睽下强行抱走女童 妈妈吓得用力抱紧尖叫 但男子就是不肯放手 双方拉拉扯扯惊动路过民众 前来制止男子这才松手 真的很恐怖啦 作为家长的听到实在无法置信 更扯的是男子怪异行为还不止这样 当时他还在饭店前做事拿雨伞乱丢 事发在上个月 这名印度籍男子原本计划前往纽西兰 因为转机短期入境台湾 怎料第一天凌晨就喝茫了 在北市中山区大同区 做出一连串失控突叙行为 随机攻击闹事不说 最后居然还想强弩女童 强行强抓幼童的这个行为 会严重违反刑法304条的强制罪 会有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他的对象是三岁的幼童 按照儿少保障法112条规定 会有加重二分之一的刑事责任 而嫌犯时候变称是怕妈妈和小朋友 跌倒才这么做 但这行为已经触犯强制罪 被法院判四个月有期徒刑 执行完后驱逐出境 印度籍男子万万没想到 才短短入境台湾不到一天 就因为酒醉上演恐怖 鲁人戏马 不但吃上官司 也让这趟美好的旅程变了调 记者台北众号报道